大家好,我是苏哥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的黑色喜剧片追凶遮掩 影片一开场,摩迪斯基猫哥被人干掉了 由于人民群众的警惕性比较强 猫哥的尸体很快就被人发现了 修车铺老板宋老二是个一根筋 这场要开一个猛矿场,需要把他的祖坟给牵走 可宋老二觉得祖坟一动就破了他们家的风水了 因此无论给他多少钱都不同意 由于宋老二跟猫哥以前打过价 并且还扬言说要弄死猫哥 因此成了头号嫌疑犯 猫哥的老婆说从你的人品和街坊四邻的口碑上来看 这件事肯定是你看 宋老二说我还怀疑这人是你杀的 你结婚没几天就跟隔壁老王劈了腿 我觉得这事肯定是你打的 两人拼命的往对方身上泼脏水 把旁边的警察当作空气似的不存在 可怕警察有气坏 警察说你们俩再跟这瞎扯 全都在进去喝气坏 从拘留室里出来之后 警察语重心长的说 老二啊 你要想摆脱自己的嫌疑 就回家好好想想 都有谁跟猫哥有矛盾 别人的嫌疑越大 你的嫌疑就越小 要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必须拿出点实际行动 宋老二谋杀猫哥的谣言 很快便在小镇上传开 而且镇上还派了一个人整天盯着他 宋老二的一哥们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凶手肯定就是凶案现场附近村子里的 并且给案子定行为抢劫杀伤案 这哥们说你自要是找到摩托车 那肯定就能找到凶手 宋老二曾经给猫哥修过程 所以猫哥的摩托车他一眼就能认出 可当宋老二把这个想法告诉警察之后 被警察当场就怕死掉了 警察说树叶有装功了 也甭那样吓唬闹 如果能那么容易破案 我这刑侦法律双绝识不就白念了 宋老二一看警察指望不上 于是便决定自己干 当他正在修车铺里瞎琢磨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猫哥的那辆摩托车 于是便开车车在后面紧追不舍 可一进村子宋老二就跟丢了 他以收猪的名义来到村子里找线索 经过一通瞎穴末 宋老二还真找到了猫哥的那辆摩托车 为了能人当巨祸 宋老二没敢打草惊蛇 一直躲在附近守住带脱 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面 令宋老二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正准备抓捕骑摩托车的黄毛的时候 被警惕的村民们给活着了 村民们之所以抓宋老二 是因为这哥们跟上个月来他们村的 一个人贩子长得很像 警察说你确定这就是猫哥的摩托车 宋老二说这车我修过呀 化成分我都认识 警察在黄毛的家里找到了一张照片 上面是黄毛和他女朋友小甜甜的合影 为了找到真凶 宋老二不仅请一帮兄弟们喝酒 还出重金悬赏捉到黄毛 一帮人正喝在兴头上的时候 小镇联邦队队长钱贵心火急火燎的跑了过来 说猫哥的老婆带着孩子跑了 猫哥的妈咪非要让你去一趟 不然他就上脚子杀 为了弥补猫哥家的损失 宋老二跑到黄毛家 把黄毛家的猪给抢走 宋老二拿着卖猪的钱往回走的时候 总觉得这尾巴根一直窜凉气 似乎是有人在后面跟着他 可他学梦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 宋老二把卖猪的钱给了猫哥的妈咪之后 根据一哥们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在县城打工的黄毛的女朋友小甜甜 小甜甜对黄毛那可是真爱 想从他嘴里掏出黄毛的下落 简直就是痴神做梦 宋老二一看达不到目的 只好兴兴而去 当他顺着街道正往前走的时候 一个水泥墩子突然从天而降 接下来我们聊聊黄毛的事 小甜甜说你这摩托车哪来的呀 黄毛是顾索要而言 他就是不说实话 自打被宋老二发现之后 这黄毛就回回家 一直住在小甜甜的宿舍楼的平台 虽然条件差了一点 但两人苦中作乐 精神生活过得还是很不错 黄毛回到家正联系卖摩托车的事 被一直跟从他的宋老二发现 黄毛在逃窜的时候 宋老二被及时赶来的村民给活捉了 转过天 黄毛搭着便车来到县城 找到了女朋友小甜甜 打算借点钱去南方打工 可他没想到的是 宋老二劫租先登刚走没多久 小甜甜想问问黄毛 到底有没有杀人 可他又没有那个勇气 黄毛上了车之后 小甜甜给黄毛打了一电话 黄毛说我实话告诉你 那摩托车是我在马路边捡的 小甜甜说宋老二刚来过了 说你杀人抢车 警方正在通缉你 黄毛一听当时就吓鸟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哥们在半路上就下车了 联系上宋老二之后 两人在汉兵场见了面 宋老二一听也有点懵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线索似乎已经彻底断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黄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原来黄毛在骑走摩托车之后 发现车的后衣架上 夹了一件白西装 西装的兜里 不仅有一个夜总会的药权盘 还有一个户名叫董小凤的存账 存款的金额是五万块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让宋老二为之干叹的事 白西装的兜里 居然有一张他的照片 接下来该聊聊一位重要的人物 也就是真正的凶手董小凤 董小凤来自东北 案发前在一家夜总会里 单人领班 俗话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这哥们整天对着宋老二的照片 锻炼身体 目的是到时候 能快速把宋老二给拿下 董小凤的女朋友 凭姐是夜总会的小姐 人美搁田特风筹 含糖量非常的高 这个董小凤虽然身体素质不错 但智商却是一言难尽 而且这哥们还是个脸盲 在行动的这一天 他居然把开摩地的猫哥 当成了宋老二 他谎称自己的车坏在了半路 让猫哥拉着他过去修车 半道上他以撒尿的借口 趁机把猫哥给杀了 说来也巧 这个时候黄毛刚好从这路 骑着摩托车去跑 黄毛跑出去很远之后 这董小凤才意识到 自己的白西装 还在摩托车的后架子上夹的 忙活完之后 董小凤来到雇主家收尾款 原来想杀宋老二的 正是开猛矿厂的老板 而镇上的联防队队长 钱贵兴则充当了猫胸 如果说董小凤的智商不健全 那这帮人也基本上属于半脑残了 照片准备看清就把尾款给付了 为了找回自己的白西装 董小凤抢了辆摩托车 开始寻找黄毛 可这哥们找了一天没找找 晚上董小凤回到夜总会 发现钱贵兴和猛矿厂老板正在等他 原来案发之后 这帮人才知道董小凤杀错人了 钱贵兴说人都认不准 还敢自称是五星级杀手 我给你的照片呢 你这个带卦是不是假 董小凤说大哥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把宋老二送进鬼门关 目前对董小凤来说 面临着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个是找到自己的白西装 另一个就是干掉宋老二 接下来董小凤开始跟踪宋老二 并寻找下斗的机会 为了拿回自己的白西装 董小凤根据钱贵兴提供的线索 去找小天天 当他刚来到平台上 就看到宋老二正主没离开 董小凤一看机会来了 搬起水泥墩子就扔了下去 不过宋老二命大躲过了一截 这哥们在跟踪宋老二的时候 无意中跟过来找小天天的黄毛 撞了个满怀 于是他暂时放弃了宋老二 开始跟踪黄毛 董小凤跟着黄毛上了常务车之后 不一会就睡着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才发现黄毛已经中足下了车了 这哥们只好坐着拉牲口的车 返回原来的地方 功夫不负有心神 这次总算让他把黄毛给逮着了 此时的黄毛刚把白气装交给宋老二 因此不管董小凤怎么比较黄毛就是不说 两人在船上追打了一会儿 谁也没占着便宜 最后黄毛虚晃一招 跳江里狗跑着仨子聊 宋老二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自己的照片很有可能是 联防队长钱贵星提供给杀手的 因为这张照片除了钱贵星 别人不可能有 刚开始钱贵星还跟他装 可当宋老二打算报警的时候 这哥们急忙把宋老二给弄 钱贵星说 你挡的不仅仅是猛框堂的财路 你挡了全村全镇全县乃至全省的财路 你不签坟 乡亲们就拿不到征地款 工人就开不了工 生意人就做不成生意 换句话来说 你这孙子人人得而逐之 真是听居一席话圣读十年书 宋老二觉得钱贵星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宋老二突然接到一电话 原来董小凤把宋老二的儿子给绑架 宋老二急忙带着列强 拉着钱贵星赶到了修正库 看到董小凤正在等着他 钱贵星说赶快把他儿子给放 这董小凤一看雇主发话了 于是便放了宋老二的儿子 眼瞅着事情越搞越大 可怕钱贵星气派 上去就给了董小凤几个大嘴巴 董小凤下意识的一划了 一不留神就把钱贵星给杀了 已经杀红了眼的董小凤 接着去吃吃宋老二 可没想到被宋老二的儿子 开枪给做梦圈 接起来是一场追逐戏 宋老二慌不择路 连人带车就掉垢里 到了晚上董小凤开着摩托车 来找女朋友拼紧 打算连夜跑路 可他万万没想到 警察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董小凤的一生 不仅是稀里糊涂的一生 也是倒霉催的一生 早些年给同学抢监金链 最后发现那些基因手势全是假的 后来买了个房子吧 又被房地产上了一片 影片的最后 由于董小凤的小度的太多了 最终被警察一辟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有唐诗压经嘛 做人一定要自律 不能违法和乱纪 伤天害理瞎胡来 多行不义逼自逼